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盘面上的观察先来请教雨明老师 好的 我想每一天的盘式 当下都觉得非常的混乱 讲多的 讲空的都有 但是只要时过境迁 大家都觉得这方向很简单 低点就是要买 高点就是要卖 但是在当下大家都迷失的方向 就像交女朋友一样 有时候我们交过一些女朋友想说 当时我怎么会交这种女朋友 后来一比较发现这个女朋友比较差 我当时不应该跟她那么好 跟她交往那么深 但是当下都是迷恋的 这个多好多好 没办法 人都是会陷入迷失 好 那我们看这个行情 冷静客观来看它 最低点8523 大涨4508点 这涨幅超过50% 大涨50%之后开始在这边盘整 目前已经盘整一段时间了 已经盘整43个交易日了 那我们看盘整的过程里面 一定有高点 有低点 高点13031 低点在这里 那我们看一下高低点的一个落差 这段区间就是一个震荡整理的格局 震荡整理完有两种结局 一个就是往上突破 一个就是往下跌破 不会有第三种 那整理时间多长 不一定 那如果要突破的时候会怎么样 会带量 因为这边成交量太大了 这么多人在里盘整 还套在这里 所以他如果要怎么样 突破这个盘整区 那势必一定会带量来突破 没有带量就不可能突破 当然包含跌破这个盘整区 他也会带量跌破 因为会引来法人高手的停损单 这个整理区跌破了 就是要找另外一个整理区 要往下修正找另外整理区 这时候势必引来怎么样 所有的法人高手 他的停损单会全部出容 所以这个地方也会带量 所以往上突破会带量 往下跌破也会带量 没有量之前 就是一个区间正义格局 这是千古不昧的定律 我们看一下 现在有没有量 有吗 哪有量 那我们看这个两个大量 这里是台股历史最大量 三四七四 这里是三四三九 这两个大量 那如果这里要突破 势必要来到这个大量去 突破这个大量 那目前就是两千亿 怎么突破三千四百 七四亿的大量 所以我们说目前就是一个 整理格局而已 来到高点要做什么 区间整理 其实很好操作 大家当下都迷失方向 我们说健康的盘要怎么样 要量价配合 就是股价涨量也跟着上去了 对不对 甚至要量先价型 因为量是因价是果 那如果是一个背离盘 股价往上攻 量上不去 往下修 这叫背离盘 也叫开口笑 那修正会怎么样 因为它不正常 它是不是修正 修正通常是股价回跌 的一个修正 这我们早就交代过 提醒过了 那我们的区间整理 就这样做 来到区间的高点 高点就卖 做多就是卖 做空就是空 懂意思吗 那来到低点区 怎么样 低点区 做空就回补 那如果这个 做多的人 来到低点区怎么样 它当然就是一个买点 所以我们说这是很简单 也是非常客观的一个做法 来到这里 做多要怎么样 要卖 不是吗 放空的要空 来到这里 头的边有低点区 怎么样 做多的要买 放空的要回补 就这样而已 所以你听完之后 来到高点 在这里 有没有在买多单的 没有 做多是要卖 不是买 所以如果你做多 然后你的老师 或者你自己还要追 那是不对的 那是操作策略是完全错误的 这样懂意思吗 赵亥铭解盘是非常 非常客观的 好 赵亥铭你怎么操作 我就用这种原理来操作 这种方法逻辑来操作 所以慢慢的 把获利慢慢的把它放到口袋的 那我相信 这个数字会未来越多 那到底应该是做多还做空 那我们后面来说明 那高点可不可以追 盘整区高点是不能追的 有来有人在追来 第一种就是散户 为了买而买 有时候我们带小朋友去超市 去比如说加勒服 他要买东西 他有没有东西要买 没有 他就是想要买一个东西 他说为了买而买 他有没有很喜欢那个东西 没有 但是他玩具去 他就一定要挑一个玩具来买 他有没有很喜欢那个玩具 没有 他是为了买而买 小朋友会这样 投资人也会这样 投资人是大人的 大人也是会这样 股市投资人 这个是状况是这样 没有错 他是为了买而买 这叫散户 那有人是为了上台表演而买 不然来到盘整的 怎么样 盘整区的一个高点 没有人在买股票的 好 那为了赚钱而买 不可能 你为了赚钱不可能这样做 因为盘整区怎么样 我们再讲一遍 你到了盘整区 你是不应该 怎么样 高点是不应该买股票的 没有人在这里买的 懂意思吗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道理 好 新手看价 老手看量 因为量先价型 量是因 价是果 不知因 整知果 高手看量 西不叫筹码 赢家要看趋势 趋势看不懂 你就会陷入迷失 现在感觉上 做豆也对 做空也对 因为在震荡 将来有一天 怎么样 脱离这个盘整区 他不是往上就往下 一旦方向出来 很多人就发现错了 你现在所有多单 要怎么处理 赵爱民为什么说这个地方 你要做一个对的方向 记得 因为趋势带于筹码 带于形态 带于K线 既然这样 趋势到底要怎么看 趋势在哪里 赵爱民要看那什么 要看那架构 多空强度支撑压力 敌人多朋友多 懂意思吗 这所谓它的架构 配合多空巡弯度的 演化的道理 来判断它 懂意思吗 如果这个详细 你有不懂 你可以看赵爱民的著作 我的书大概是 市场算写最多的诗意 好 那回到大盘的格局 来 一二三四 四个卖出讯号 趋势最重要 趋势都跌破了 那这地方怎么可能做多 他在盘整没有错 可是你要尊重大盘 大盘转弱了 卖出讯号出现一堆 当然是做空 这没有什么第二个选择 不可能 好 那我们看完大盘之后 云大0050 一样 它格局跟大盘是非常类似的 稍微比大盘强一点点 那表示全职股比 大部分的股票还强一点 对不对 台积电影响 好 上规就没有台积电了 你看上规已经 已经乱七八糟了 一二三四五六 一大堆卖出讯号了 所以看完之后 方向不会有第二个 眼下大家都很迷惑 这样有一天 行情方向决定了 原来这么简单 可是很多人又做错了 不是吗 电子股 一样 第一线都快跌破了 高档出现三个 卖出讯号了 好 金融股 惨不忍睹 卖出讯号不想要多少 看完电子 看完金融 看完商贵 甚至看完大盘 这方向有第二个选择吗 不可能 方向是非常非常明确的 只是大家都搞不清楚而已 高手操作中什么 三个东西 第一个叫风险 现在是台股历史的最高点 不是最低点 买到历史的高点 有时候30年是没办法解套了 78年买到台股 最高点的人 最近才解套 套到高点30年 很可怜 那有的没办法解套 永远都不能解套了 为什么永远不能解套 因为那股票已经下市了 你怎么解套 我有一个朋友 他是海军 不是海军 国军 武装游泳的冠军 纪录保持人 他跟我说 玉明 我的纪录永远都不会有人打破了 我说为什么 那么厉害 他说因为很简单 因为那个武装游泳太难了 那个项目已经废除了 项目都废除了 怎么会有人打破纪录 纪录保持人就是他 所以他跟我说 他的纪录永远都不会有人打破了 武装游泳冠军 国军的武装 戴钢盔飞枪 穿全副武装去游泳 那很难 装备就往下沉了 那很难 他的名字叫廖奇顺 他跟我说 我的纪录永远都不会被打破 因为这个纪录已经 这个游泳项目 武装游泳被删除掉了 好 所以要怎么样 高手你要重视风险 你要重视纪律 没有风险 没有纪律关联 你不可能产生利润的 每个都看到利润 忘了风险跟纪律 懂意思吗 散路刚好相反 猜猜赌一赌抢一下 为什么非买不可 没抢很难过 所以最后怎么样 结果当然不一样 高手要重视纪律 纪律就是操盘者的操守 不容被挑战 也不容去犯规 这个道理你一定要搞懂 纪律搞不懂 有人会赔大钱 绝世高手的养成 第一个好的操盘工具 第二个正确的操作观点 第三个严守严遵操作纪律 懂意思吗 这个纪律你不遵守 有一天你会吃大亏 懂意思吗 回到农历年封关 今年的2020年 2月份的1月22日的农历年封关 当时这个格局 来看一下 卖出讯闹出现了 有吗 三线是不是快要挂掉了 当你看到这种情形 还要抢脱单吗 张爱明非常遵守操作纪律 所以我跟所有的观众讲 我跟所有的客户讲 所有脱单全部出清 一张都不留 不是买十档脱单出两档 那你剩下八档怎么办 全部出现一张都不留 第一个动作 第二个翻手放空 全部直接空下去 为什么 因为快挂掉了 卖出去那人出现了 看懂吗 那如果没有这样做 投资朋友 气率 一次碰到你不遵守 一次碰到就破产 真的吗 来你告诉我 这个地方 新村开盘 没有开红盘 开绿盘 一天跌加近700点 694点 反弹无效破底 跌了3600点 如果你在农历年前 不把它卖掉 一次就破产 张爱明的每一张图卡 都是真的 不是开玩笑的 很多人碰到一次就破产 为什么 不遵守操作纪律 看懂吗 不停损 逆向操作 很简单 一次就破产 一次就挂了 懂一次吗 好不好 所以不要去开玩笑 好 那我们看现在的格局 天哪 这么多卖出巡号 你看这两张图 是不是很类似 他们是不是像双胞胎 一大堆卖出巡号 对不对 一样 三线都已经挂了 你告诉我 他们两个是不是双胞胎 那请问这里要做多吗 要勇敢做多吗 我不会这样做 因为我是遵守操作纪律的人 所以在隆利年峰关 全市场只有张爱明 一个人这样讲 反过来 好像也只有张爱明 一个人做对 上次我之前讲的 老师两个人放空 一个已经空一年了 一个是你 我说空一年也算 空十年也算吗 鬼扯了 全市场只有张爱明这样讲 封关当天只有我这样讲 当然只有我对 好不好 所以不要去违背他 记忆力非常重要 不然有一天 你就欲哭无泪 好不好 好 郭敏奇说 联发科的禁令会重创 华为的禁令会重创联发科 这昨天发表新闻917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联发科已经跌掉 27.8% 高点763 低点512 拉回的弧度 已经212块了 当跌了27.8% 再看到这个 这个发出来 他的看法发出来 那市场的看法是什么 我的很多投资人说 老师 那马后炮 马后炮 当然是马后炮 都跌27% 你才发这种新闻 当然是马后炮 917 张爱明一个月前就这样 影片都在 当天817影片 2点04分09秒 张爱明就跟你讲 连发科挂了 挂了 挂了 一个月前 一个月前当然叫马前炮 一个月后就是马后炮 市场很残酷了 马后炮也变成笑了 来 现在谁不知道 华尔的禁令 对不对 全场都知道 没有人不知道 报纸都登了 不知道几百遍 吉林990晶片停产了 对不对 连发科 这个台积电 不帮他代工了 那我们看到股价 已经拉回一波了 跌幅是 27.88% 带动什么 整个IC设计股票 拉回 所以投资朋友 这档股票跌了 300块 300块 跌350就是50% 所以快50%了 反弹 对不起 空头反弹 没有任何改变 赵爱民对他看法 没有任何改变 整个IC设计 都非常非常危险 我们之前的操作 已经把120块 一张12万 把它先放到口袋了 好 牵三头牛回家 吃星科了 好 艾普 不对 这段涨三倍 很好 很好 这段三倍 这段 完全不一样的格局 这段涨三倍 很漂亮 这段不对 当然不能操作 不能做多 瑞宇一样 高档一大堆卖出心 不要问我对他看法 有没有改变 完全没变 好不好 立即挑战历史新高 三倍 的营收 对不起 这格局是错的 发力都也没有用 要么就做这段 对不起 这段就是不能做 懂意思吗 如果你怕 就把它卖掉 如果你不怕 就继续报 如果你不晓得怎么办 就来找我 答案就这么简单 老师 我不怕 我不怕 你就继续报 钱是你的 又不是我的 我不能强迫你 那如果你还害怕 晚上睡不着 那就把它卖掉 何必晚上睡不着 作物表是很开心的 那如果你不晓得 要留 还是要报 那就来找我 答案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来 走向成功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成功者为伍 有没有道理 东森粉丝 那里手机扫码QR控 扫码完说你是 东森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 跟电话就可以 有任何次股问题 欢迎一并留下来 我们把时间交给 曾伟 更多的操作策略建议 广告回来继续 请张老师分析 欢迎回到掌点密码 再把时间交给张老师 好的 大盘在这里 已经盘整了 43个假日 那到底后事怎么样 有人问说 有没有可能突破 我不能跟你说 不可能 但这可能性比较低 我们看一下 大盘在这里盘整很久 要突破要怎么样 量要上来 量没上来怎么突破 道理很简单 大量还在这里 对不对 量先价型 量上来 价就有可能上去 但是目前要再产生 3400多亿的量 很困难 我可以说真的很困难 我们再看股权系统的格局 高档出现这么多 卖出讯号 这当然是对他的多头 非常非常不利 这绝对无庸置疑的 好 那我们说有没有可能突破 我再讲一遍 我不能跟你说 百分之百不可能 我只能跟你说 可能性非常非常的低 哪一种可能 比如说 有啊 比如说中共宣布 台湾直接 台币可以换人民币 每个人资产都膨胀 4.5倍了 现在大概4.3倍 那你就可以变成 你要不要换 中华民国护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 随便你 要换的你的资产 就可以直接换成人民币 派一个人来选台湾的总统 中共带人 然后这个人又选上了 大家国民都主张 都同意 我们台币换人民币 被他并吞了嘛 那每个人资产都增加 增加4.5倍 4.3倍 那股票当然会涨4.3倍 对不对 当然就会跳空嘛 另外就是台湾被美国并掉了 变成美国的另外一个州 当然中共不会同意 台湾变成美国保护嘛 找一个人来保护我们 对不对 我们就不用有国防武器啦 对不对 这设备都不需要了嘛 他来保护我们 我们只要点税给他就好了 但这两个可能性都几乎是零了 好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说法尼亚区怎么突破 技术面有这个道理 第一个要调控突破 第二个要带量长红棒突破 第三个一定要配合股仁系统三线泛多 这是我对盘氏20几年的研究 有没有正确 你自己去看好不好 来 比如说像这样 有没有 它是一个盘氏区 有没有卖信号有 怎么突破 有啊 长红棒啊 看到吗 一定要三线泛多 这就是突破了 懂意思吗 来再举个例 一样啊 你不用管他什么股票 一二三 三个卖押 怎么突破 长红棒 跳空跳空 看到吗 有没有三线泛多 有啊 这就是突破 当然那天突破我已经看得懂 我也会改口 这格局对了 我们开始要把空单全部回补 反手做多 但是那一天我想 暂时机会应该不大 好 这是一个压力区 一二三 很大的压力啊 上不去啊 有没有 那怎么突破 看到吗 长红棒跳空 所以我跟你说 突破的方法 它是固定的 永远都不会变的 跳空长红棒 为什么 因为这里卖押太沉重了 盘整区卖押非常的美 都套在这里 那有人突破怎么样 有人就卖了 很简单啊 所以一定会带量 没有 要不然怎么清除 这个没有信心的福尔 就这样嘛 有没有 一二三四 有没有很多卖押 怎么突破 看到吗 跳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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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就突破了 所以要怎么突破 跳空 长红棒 两个方式 一定要配合三线泛多 懂于是吗 如果没有 那对不起 那是不是三线翻多 股票都可以买 当然不是 我讲细一点 三线翻多 二的三次方 有八种状态 就是说三线 这个都翻多的 长长长 长短 第三线比较短 它还是翻多 长短短 长短长 中间比较短 可是它还是翻多 总共有八种状态 懂于是吗 这八种 判断逻辑都不一样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请问这有没有翻多 这跳空 没错 长红棒 有没有翻多 没有 那就是假的 对不起 来 大长 盘整 盘整完 跳空 长红棒 跳空 对不对 震荡上去 对不对 不对 因为第一线太短 第一线太短代表什么 上档压力沉重 叫短长长 我们再看一下 第一线太短 叫短长长 对不对 短长长 上档压力沉重 懂意思吗 这种格局就不能满 所以想了 这个我很少讲 但是这个有方法 好我们再看 这个对不对 不对 有翻多没有 有 第一线太短 看懂吗 第三线也很短 这架构就不对 架构不对 这种股票你就不能追 所以如果大凡发生这种情形 架构不对 那还是不行 这样懂意思吗 好不好 来 以上展示的 这叫一眼变多空 看一眼就知道了 不用想太多 好我们再看 这个对不对 股价冲新高 不对 因为没有翻多 第一线没有翻多 看懂吗 很简单 这对不对 不对 为什么 早就不对了 这格局不对 这档好像经电 好这个 这当然不对 这么多卖出讯号 这么多压力 它有没有突破 第一线有没有翻多 有没有翻多 有一点点 在零左附近而已 还是很短 对不对 这格局好像不对 看懂吗 这好像是旺红 好 这对不对 不晓得这档还是这档 搞不清楚了 这对不对 当然不对 为什么压力还没有突破 这档才是旺红 这第一线太短 这样懂意思吗 这个也不对 所以不对的股票 你买半个月买一个月 它是不会动 懂意思吗 不会动已经不错了 有时候蹦就下去了 那你就惨了 对不对 这个呢 卖出讯号出去 蹦 下来一波 盘整 涨停板 流上一线 对不对 当然不对 所以你追它是没有用的 看懂吗 所以我们刚才讲的这些什么 正确工去家 正确的操作理念 如果你没有这两个东西 你是不可能成为赢家 你也不可能做对 我们看新闻的分析 大力光 出货高峰 来看股票 对不对 没有用 新闻力多也是没有用 这格局完全是不对的 那你想想看 大力光已经股价来到 六个月低点了 什么时候出现问题了 早就出现问题了 不是吗 发力多也没有用 郁金光也是一样 好不 上引募资二十亿 好 对不对 看一下股价 告诉我对不对 不对 这三线转空了 这怎么对 卖出巡号一大堆 非常勉强 上去第一线又太短 又打回来 现行又不对 现在三线转空 当然是不对 发力多也没有用 懂意思吗 来 双红 看乱 好 看看对不对 双红 对不对 股价是不是在高点附近 卖出巡号有三个 请问有没有突破 没有 为什么 因为没有跳空也没有长黄棒 三线架构对吗 第一线太短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不能碰 答案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没有很困难 文帽对不对 法人买盘支撑 来看一下文帽 这当然不对 这怎么会对 它不对很久 最少两个月了 所以你看不懂 你就会买到错误的股票 随着新闻 波动你的心情 乱买股票 被阻力操控 懂意思吗 很多新闻都是阻力做手 发布了 那你要记得所有的新闻到你这边的时候已经最后一首 你不可能是第一首 你怎么可能是大股东经营者 你也不可能是他的秘书 对不对 他的经理 他的小姨子 都不可能 你也不可能记者媒体 甚至怎么样 你可能到最后一棒了 因为你后面没有人了 所以你看你这个消息 一个好消息 到你手上 都已经不想传了几十手几百手了 一碗热腾腾的面 这样传过去 传到最后一个 那个面不是被吃光 就是凉了 那个面还是热腾腾的面可以吃吗 难吃了嘛 所以要懂这个道理 懂意思吗 不要看消息做股票 好 看消息做股票 获果是什么 就像这个 国具营收创新高 这位创新高 创新高 不断发消息 最后呢 营收创新高 创新高 对 创16个月新高 最后呢 最后怎么这样 股价跌破半年低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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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了吗 你说创新高有用吗 没有用 懂我意思吗 为什么 投资没有 因为格局不对 走向成功 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跟成功者为伍 没有别的办法 如果你不能找到一个成功者 你只是随便乱买股票 最后你当然成为股票市场的输家 这是无庸置疑的 我相信这三个多月 加级四个月 赵一鸣在台上 不断不断的讲 被动原件不能买 消息利多不断的发 赵一鸣还是每天一个 给你讲 忠实呈现 被动原件是不对的 请问到今天 我没有讲错 我没有讲错 所以你要把 看消息 看报纸 做股票 坏习惯把它改掉 你这个把它改掉 你股票市场的钱 最少少数一半 为什么 因为散户就是唯一招 看报纸做股票而已 有人说老师我没有看报纸 你看网路不是一样 你看报纸跟看网路信物 有什么差别 没有差别的 你永远都是最后一半 轮到你的时候 对不起 所有人都知道了 那你不可能靠这种方式来赢钱 懂意思吗 这种消息每个都知道了 你再来 你进来 你就是最后一半 你就最后一只老鼠 那你靠你是最后一只老鼠 你想要在股票上赢钱 不可能 懂意思吗 所以这个道理 你把它搞懂之后 我相信对你的操作 对你未来在股市的人生 一定是正面的 好不好 来 走向成功 最简单的方法 就是跟成功者为伍 别武他法 好不好 你每天在那边 不断地练习缴学费 那对你是很不公平的 当有天你学费 你钱也输光了 不是吗 来 东森粉丝 那你手机在闪闪的QR Code 扫描完说 你是东森的粉丝 并且留下姓名跟电话 有任何持股问题 一并留下来就可以 我们时间交给曾伟 感谢两位来宾的分析 也提醒观众朋友 本公司和所推介分析的 个别有价证券 没有不当的财务利益关系 本节目的资料 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该要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 并且是自负投资风险 祝您操作顺利 我们再会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